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23年11月29日,星期三 这个视频呢,我想跟大家聊一下关于呢,最近这几天呀 西方的反华媒体都在疯狂炒作的一件事啊 那就是在抗美援朝时期,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牺牲的时候的那件事的起因是什么 他们都在炒作呢,说这个起因呢,是因为毛岸英在当天呢,私自破坏纪律做蛋炒饭,暴露了目标 以致发生了敌方呢,发现了中国志愿军的总主委部,而进行轰炸 从而导致很多人牺牲,其中呢,就包括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 这件事情,我就是想说呢,说毛岸英在当时啊,是做蛋炒饭的这件事情啊 纯属是造谣 那么这个造谣的行为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行为啊 我们今天的视频呢,来讨论一下 为什么我说这一定是一个谣言啊 首先它特别可笑的是什么呀 那么我呢,是2000年移民到加拿大的啊 当时呢,其实网络呢,还不是那么发达 但是呢,慢慢的网络就普及开来啊 那么我最初啊,从什么时候开始 有了这么一个谣言,我就记不清楚了 反正呢,一开始那谣言呢,就是说 中国志愿军的总指挥部被炸啊 是如何暴露目标的 那会儿是说呢,毛岸英啊,违反纪律 私自煮面条时 现在呢,就变成了蛋炒饭了啊 其实今天我还看到呢 有人又把这个升级了 可能觉得说蛋炒饭冒的那个烟啊,还不够大啊 说是呢,毛岸英违反纪律呢 是在烧烤,烤鸡翅啊,烤鸡腿什么之类的 你就从这谣言里面啊 这个内容啊,都不一样 就说明这是一个谣言啊 传来传去啊 这个谣言本身都完全变了样了 这已经说明了是一个谣言 那么我今天呢,咱们再仔细的来分析一下啊 从逻辑上来分析一下 毛岸英做蛋炒饭的这件事啊 他站得住脚还是站不住脚 首先呢,我们得明确一个事实啊 就是毛岸英当时所在的那个部门呢 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总指挥部 总指挥部里面呢 有很多人呢 光这个高级指挥人员 最高级指挥人员呢 就和彭当怀同级别的 我们所知道的就有四五个,对吧 那么这四五个最高级别的指挥人员呢 跟他配套的一些人员从上到下呢 就得有好几百个 那么就这样的一个总指挥部啊 那他得吃饭吧 他们要不要吃饭 他们吃饭只吃冷的吗 肯定不会只是冷的 也会吃热的,对不对 那么他们要吃热的 有一个吹噬员啊 能够提供这么多人的这个饮食服务吗 肯定不是呀 肯定起码有一个吹噬班,对吧 吹噬班可能都不止 有可能是一个吹噬牌呀 或者是吹噬脸之类的,对不对 那么这个吹噬班也好,吹噬牌也好 我们暂且就管他叫吹噬班吧 就是吹噬班呢 就负责他们这些人的吃饭问题 对不对 那么这些人所吃的饭呢 就来自于这个吹噬班 那么这些人他需要自己来考虑自己的吃饭问题吗 他不用 就算是呢 有些人啊 有特殊需求 比如说这里面呢 伤员呀 病员呀 肯定得有的 那么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啊 如果你经历过住校的阶段的话 你有没有吃过病好饭 你住校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吃食堂 当你病了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通过班级 通过老师在食堂给你订病好饭 对不对 那么食堂就会对你特殊照顾 对不对 根据你的需要 给你在特殊的时间 特殊的场合 提供一些特殊的食物 对不对 这是我们如果你上学和平年代啊 如果是你有这方面需要的话 那抗美援朝的时候呢 他们这个总指挥部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情况 会有这样的情况吧 好 那么咱们再说啊 就这个吹噬班 他们在这个战场上 在做饭的时候 他们要不要有一个警惕性 不能搞得动静太大了 不能暴露目标 要不要有这个警惕性 他们一定得有这个警惕性 对不对 如果他们没有这个警惕性啊 就轮步到 毛岸英违反纪律暴露目标的 早就暴露目标了 早就不知道暴露多少次目标了 对不对 这是我们在说呢 就是他这个总指挥部啊 做饭这一块呢 是应该有一个专门的部门来管理的 而这个专门的部门呢 它是有一定的规则 有一定的策略啊 有一定的警惕性的 对不对 好 那么再说回来 毛岸英啊 毛岸英啊 他是有一定级别的一个军官啊 且不说呢 他是有一定级别的军官啊 就是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呀 当时呢 好多人当然 他不知道这个毛岸英是毛泽东的儿子 但是彭德怀知道呀 彭德怀他一定会 对这个毛岸英有一定的照顾 他不会明确的说 哎 这是毛泽东的儿子啊 他什么时候要吃什么东西 都要给他做 他不会 但是呢 他就知道在毛岸英这个级别呢 一定会有保障的 他不会说吃不上饭的 对不对 如果他想吃什么东西的话呢 那么就有吹石班 就跟吹石班说一下 吹石班就会解决这个问题啊 毛岸英不用自己动手 来做这件事情 更何况了 如果要动手做这件事情的话呢 他是一定得有别人配合的 他到哪去弄这个炉子 他到哪去弄这个米 他到哪去弄油 弄锅 弄馋 弄鸡蛋 对不对 所有的这一切 他到哪去弄啊 不得到吹石班去弄吗 但凡到吹石班去弄 哪一个吹石班会说 哎呀我给你准备点这个准备点那个 我给你送到这个总指挥部 然后呢 哎呀我就在这个吹石班那儿清解 他会吗 他不会发生啊 从这个方面来说呢 他就不会发生 然后呢我们再说毛岸英 假如说他会发生哈 那么这件事情他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啊 他是发生在什么时候 什么地点啊 我们已经交代了这个背景啊 毛岸英假如说他自己要做这个蛋炒饭的时候 前面咱们已经说这是不可能的 就是退一万步说哈 就是吹石班那帮人呢 他们就是图清解 让毛岸英来做这个蛋炒饭啊 他们是不会把这个所有的一切一切的东西都送到那个总指挥部 让毛岸英在总指挥部那儿做蛋炒饭的 那就是说呢 毛岸英需要到这个吹石班来做哈 这是更加的荒唐了 那么毛岸英他做蛋炒饭 他是特别擅长吗 他应该是特别擅长的 不用别人来插手来做这个蛋炒饭 对不对 毛岸英啊 他不可能特别擅长做这个蛋炒饭 他更不可能比那个吹石班的人更擅长做这个蛋炒饭 这是不可能的事 就是呢 这个地点呀 他在总指挥部做不可能 他在这个吹石班那儿做呢 也不可能 也不可能 好 这是呢 就是说从毛岸英的身份来说啊 他自己做一顿饭的这个事不可能 然后退一万步说 就算是啊 让他自己做饭 他在哪儿做啊 这个地点 他在哪儿做都不合理啊 然后呢 再说就再退一万步说啊 别人让他自己做这个蛋炒饭 他是什么时候做的 他什么时候做的呀 就是说呢 在前线啊 敌人他要发现这个目标的时候 他要来轰炸啊 我们从这个电影店身上 我们都不能看到啊 至今也是在发生这个呢 就是说他这个敌人 这个飞机要来轰炸的时候呢 就会由这个 我们这方提前会看到 当年这个飞机啊 他也没有那么快 他不像导弹那么快 就算是导弹啊 你都可以有时间 有一个反应来拦击啊 更何况这个飞机 他冲着这个目标就来了 对吧 他冲着这个目标 他来的时候 假如说这个时候在哪做蛋炒饭的话 你这个时候呢 你就赶紧把这火给他灭了 完全是来得及呀 而且呢 当时那个指挥部呢 发现敌人要来轰炸的时候 他们就赶紧都转移到那个山洞里面 我们从那个电影电视里面都可以看到啊 当时呢 他们就人员赶紧转移 然后呢 能转移的这个物资呢 赶紧转移走 主要是那些总指挥部的总指挥人员 所必须的那些文件啊 尤其是挂图之类的 这些东西呢 都得转移走 比较可信的呢 就是当时我们在电影电视里看啊 毛岸英呢 他就是当时 他是一个秘书或者参谋的嘛 他负责一些地图啊 什么之类的 还有一些文件啊 当时他们都撤到山洞以后说 说有两个人还没有来 一个就是毛岸英 一个就是另外的一个人啊 就赶紧回去啊 救他们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遭到了轰炸了 那么在大家从那个总指挥部往外撤的这个过程当中 毛岸英是跟那往外撤呢 还是跟那做蛋炒饭呀 他能在这个时候还在那继续做蛋炒饭呢 那是不可能的 对不对 那是不可能的呀 所以说呢 毛岸英做蛋炒饭这件事情呢 纯属就是一个谣言啊 就从这几个方面来说 他就是一个谣言 就只从啊 一开始啊 说是他煮面条 又说是蛋炒饭 现在又有一个说法 说是跟点烧烤啊 将来明年的时候呢 估计还能再传成其他的一个什么事情啊 今年他们在传的这件事情呢 又加了一个什么情节呢 就是中国啊 有一个网红厨师叫王刚啊 就这个网红厨师王刚现在红了啊 有人就开始呢 拿他来炒作这件事吧 说他每一年啊 在这个11月25日的时候 为什么11月25日啊 就是因为毛岸英呢 他的生日是10月24日 他们炒作毛岸英这件事呢 一般的来说 在他生日这一天呢 会进行一轮炒作 然后呢 11月25日是他牺牲的那一天 那么11月25日呢 他们也会进行炒作 因为10月24号到11月25号这一个月的时间啊 那么他们就是根据他们能够掀起来的风浪啊 有的时候呢就会持续一个月的时间啊 比如说今年呢 因为牵扯到了一个网红啊 那么这个热度又增加了嘛 所以这一次他们炒作呢 一直都炒作了这一个多月的时间 都在炒作这件事情啊 还说是中国政府啊 现在呢在删帖呀 打压呀 蛋炒饭都成了敏感词汇了呀 这样的一些说法啊 反正就在炒热这件事 明年你看嘛 明年肯定再加上更多的情节 就是烧烤鸡翅就出来了啊 烧烤就也出来了 这件事情啊 中国政府啊早就辟谣了 因为呢可能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人造谣啊 自从有人造谣拿毛岸英这个造谣的时候呢 中国政府就辟谣了 没有不存在毛岸英就是做饭的这件事情啊 完全没必要 我刚才已经分析过 完全没必要 不可能的事 中国政府辟谣说呢 毛岸英呢是为了国家和民族啊 而牺牲的 他是不走不扣的烈士啊 烈士不容许对他进行污蔑的啊 现在呢中国已经立法了 对烈士如果进行污蔑的话 这是违法犯罪行为啊 这是违法犯罪行为啊 刚才我说了啊 就这件事情我想说一下 它是一个什么性质的行为 在中国的法律的面前呢 这就是一个违法犯罪的行为 只不过呢 现在可能中国政府呢 觉得还没有必要呢 把这事啊搞得那么大 另外呢就是可能啊 现在在侦破的过程当中 谣言自谁而起啊 现在呢就不大好甄别 所以呢 这件事情啊就毛岸鹰做饭的这件事情啊 年复一年就这么造谣啊 还没有人被抓 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还有呢就是我刚才我不知道说明说啊 就是呢中国政府觉得这个事啊 可能还不值得搞那么大 但是呢不说明这件事不严重 这件事呢我认为是很严重的 有的人说呢如果因为一个到产犯就被抓的话呢 这个事小题大做 这事是不是小题大做啊 那些小题大做的人 那些造谣煽动的人是最清楚的 你们不就是想把这个事炒成大事吗 是不是 你们有没有把这件事联系成一个很大的事 来进行煽动的呢 你们心里是最清楚的呀 是不是如果说这件事有人被抓的话啊 就是小题大做啊 他原本是一个小题 是你们把他炒大的呀 你们把他上升到一个政治的目的呀 好说到这呢 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哈 就是我看到这两天呢 就俄罗斯啊 俄罗斯呢所面对呢 也有很多的外部势力的干涉啊 那么普京啊在近几天 在一个叫世界俄罗斯人民理事会上 发表的讲话啊 他讲话他就说啊 他说我想强调的是 我们将一切旨在挑起民族间 宗教间冲突的外部干涉或挑衅 视为针对俄罗斯的侵略行径 视为利用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 挑战俄罗斯的又一次企图 视为对抗我们的手段 我们将对此做出相应的回应啊 这是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啊 最近在俄罗斯人民理事会上的一个讲话 我想说什么呢 我是想说呢 就像这个拿这个蛋炒饭 制造蛋炒饭的谣言 然后呢进行煽动的这件事情啊 它是一个大事 它不是一个小事 它是一个大事 不是一个小事 它的目的是什么呀 就和这个普京所说的一样啊 就是为了挑起民族间 挑起宗教间的冲突啊 在俄罗斯他就把这个挑起民族间 挑起宗教间冲突的这样的行为 视为是侵略行为啊 他说的是外部的干涉行为 那么在中国 不管你是外部也好 内部也好啊 中国就应该立法啊 一切就是你为了挑起矛盾的 你为了挑起矛盾 挑起事端的 这样的行为 都应该是被视为违法犯罪行为 不过现在呢 其实已经有法律啊 像对毛鹰的这件事情呢 就是对革命先烈的一个污蔑 这样的人呢 就用这一个法律 足以对他们进行执罪了 对于呢 中国国内啊 有的时候呢 有些人啊 经常就跟那挑动和煽动矛盾的那些人呢 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立法 凡是你跟那挑起民族间 挑起人民内部 挑起宗教之间冲突的 啊 就你这个言论 会不会挑起民族间冲突吧 会不会挑起人民内部的对立吧 是不是啊 是不是这样的 如果能 答案是yes 是的 那么你这个行为就违反了这条法律 就是一个违法犯罪行为 就可以治你的罪 那么这两天呢 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啊 这两天呢 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啊 正在开会啊 他这个开的会呢 叫集体学习会啊 就是他们中共中央政治局这帮人啊 还要定期学习呢 中国有一句话啊 三个臭皮匠敢于诸葛亮啊 毛泽东当年还说过啊 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小奇啊 就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学习啊 那么我一贯的持有一个的观点呢 我还说美国的这个专制呢 才是真正的专制呢 这个专制啊 才真正的要命呢 就是美国的这个法官终身制 法官的最终裁决制 这才叫要命啊 那些法官的终身制啊 然后他是绝对不学习的啊 他是不管你外界发生了什么 我不管你外界风水草动啊 反正我这个饭碗端的是牢牢的 而且我不管你们说什么啊 只要我一句话下去以后呢 你说什么 我说你不对 你就是不对的 我说谁是对的 谁就是对的呀 你说美国的制度啊 危险不危险啊 危险不危险 这才叫真正的专制呢 这才会葬送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呢 美国由这个强大现在走向没落啊 走向不得人心啊 是什么造成的 就是他这个体制造成的呀 那么再说回来了 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啊 第十次集体学习这个会议呢 是学什么呢 是在学习法治啊 学习法治 那么我们来看着新华社啊 发表了一个新闻稿啊 这个新闻稿的题目呢 就是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啊 加强涉外法治建设营造有利法治条件和外部环境啊 那么他的内容呢 是这样的 说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11月27日下午就加强涉外法治建设进行第十次集体学习 就学习 专门学习涉外法治建设问题啊 那么然后呢 说了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啊 加强涉外法治建设 既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的长远所需 也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的当务之急啊 要从更好的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高度 深刻认识做好涉外法治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建设同高质量发展 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 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闻志愿 营造有利的法治条件和外部环境 武汉大学特聘教授黄慧康同志 就这个问题进行讲解 提出工作建议 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了讲解 并进行了讨论 你看啊 这就是一个学习班呢 这就是中国这个最高领导班子 中共中央政治局啊 他们在集体学习 他们是学生 那么谁是老师呢 武汉大学特聘教授黄慧康啊 在这次的学习会上呢 他是老师啊 进行讲解 提出工作建议 那么中央政治局这帮同志呢 也认真地听取讲解 然后呢 还进行讨论啊 跟学生一样 非常的认真啊 那么习近平在听取了讲解和讨论以后呢 发表了重要讲话 他指出 法律是社会生活国家法治的准绳 涉外法律制度是国家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涉外法治的基础 发挥着固根本稳预期立场远的重要作用 在立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 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以更加积极的历史担当和创造精神 加快推进我国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 那么大家还记得吗 27号的时候呢 我跟大家介绍过的啊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呢 对马航的这个民事培抢案件呢 进行了开庭审理啊 这个事情呢 应该也是配合这个政治局的国际法学习 这件事情啊 因为那个就是涉及到这个受爱立法的 我当时跟大家说了 马航的这个空难啊 发生了有将近十年之后呢 中国是第一起对这个遇难者家属的诉讼赔偿 进行审理的一个案件啊 之前的时候美国也有人提出国 但是呢 美国的法院给驳回了 美国的法院说呢 美国法院没有管辖权 美国的法院没有管辖权 美国之前的时候呢 跟他十干子八干子达不到的案件 他都有管辖权啊 他对于这件事情没有管辖权 其中的原因为什么啊 大家都心知肚明啊 我就不多说了 但是中国是第一个国家啊 对这个诉讼案件进行审理的啊 那么另外呢 我也看到中国现在的法治建设 尤其是涉外的这块呢 是越来越让国际社会心服口服了 一个就是呢 澳大利亚公民 程磊 间谍案 那个案件啊 昨天的时候 我还看了就是程磊呢 从中国给他驱逐出境 到了这个澳大利亚以后啊 他接受了 他一共接受了几个 我不知道啊 我就看了有两家媒体的采访啊 第一个媒体的采访呢 就是BBC啊 这种事BBC都跑在前面 他对这个程磊进行了采访 那他采访完了以后 我还注意到啊 他把那个采访的全文 放在这个YouTube里面 但是呢 他把那个评论给关闭了 他不敢让大家进行评论啊 但是之后呢 有这个ABC啊 对程磊也进行了采访 采访完了以后呢 这个ABC是开放评论的 我看了一下那个评论啊 都是一水的 就说这个程磊啊 应该吸取教训了 程磊这次遇到的 也就是中国了 对于这个间谍案呢 这样的一个刑器啊 也就中国啊 手下留情了 对这个程磊 手下留情 给他判得很轻啊 人家孟晚舟对不对 人家孟晚舟什么也没干 人家在加拿大 软禁了就三年多的时间呀 你程磊 你明摆着 你就是间谍了 你还说啥呀 程磊老师说 啊我把那个消息放出去 几分钟之后 我们电视台就放了 那是另外一回事啊 毕竟你还是 你提前了几分钟啊 对不对 我现在就理解 他这个间谍案 是一个什么间谍案 他好像不是一个政治间谍案 他好像是一个经济间谍案 因为他是一个经济类节目的记者呀 他利用他的这个身份呢 他能够去获得一些企业的内部消息 那么这个内部消息 我们大家都知道哈 现在就是因为都上市嘛 这个股份 如果你提前知道消息的话啊 你提前抛或者提前买 那你会发大财呀 而泄露这个消息的人 他就是间谍啊 你程磊明摆着 你就是间谍了 你还说啥 几分钟啊 你就是几秒钟 你也是间谍呀 就是程磊本人啊 就在那个节目里面 他也不敢指责说 中国政府抓他是抓错了 因为他确确实实 他是一个间谍啊 就是说中国的这个法治建设 是越来越完善了 你这种公然的 对中国的革命先例啊 进行污蔑的这种行为 你是要受到应有的惩罚的啊 你还没有受到惩罚 不是你不该受到惩罚啊 是时候还没有到啊 因为某种原因 你还没有受到惩罚 所谓的谣言指于嗤者啊 今天你看到我的视频以后呢 我给你分析的 就这个绝对是谣言的啊 我是有理有据的 给你分析的 还不是说呢 哎他就是革命先例 不准你说 哎不是啊 我就给你分析 这就是一个谣言 一个彻头胜尾的谣言 啊 造扬者是没有好下场的 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 最后说一些个谁呢 就是呢 我刚刚看到的消息啊 说是这个郭文贵啊 在当地时间28日的时候 也就是昨天的时候啊 他在这个美国法庭上又出庭了 为什么出庭呢 就是还是要求保释啊 这次要求保释呢 就提出理由 就拿出理由了 理由是什么呢 说是他有病 就是有病 要求保外就医 那么这个郭文贵 在外面的时候呢 天天啊 你锻炼了吗 天天的那样啊 装的不得了 健康的不得了 怎么到了里面 现在又病了呢 我看了 推特里面啊 有的人在说啊 大家都在议论啊 我觉得挺不可思议的 挺可笑的 但是呢 有好多可笑的事 在郭文贵身上都发生啊 我也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 大家自己去分析吧 是真的还是假的 但是真和假啊 都不是很重要 他这事本身呢 是真是假 不是很重要 重要的呢 是我想说的 郭文贵这个人呢 现在 他不能得到保释 这些事说明什么 那么首先说一下啊 他这次要求保释 以什么理由 说他在监狱里面啊 他就说他这个半边脸疼 不知道是哪半边啊 是右半边还是左半边 这都不重要啊 或者右半边或左边 半边脸疼 然后疼到什么程度啊 疼到就受不了啊 然后这个脑袋啊都疼 耳朵跟后头 还有脑袋上面啊 全都疼啊 疼得受不了了 美国的监狱挺狠的啊 你这种情况下 你都不让他到外面去治疗吗 不 他就是说呢 他们这个监狱里面 医生说啊 这疼啊 说可能是牙疼 不知道他自己提出来 是牙疼啊 还是监狱里面的 这个医生说是牙疼啊 反正是说啊 据说啊 我现在还不知道 是真是假啊 说是呢 就拔掉了三颗牙 郭文贵就 淡掉了三颗牙 淡掉了三颗牙以后呢 郭文贵还说呢 还疼 现在呢 就是不光是半边脸疼 半边头疼啊 半边膀子 半边胳膊 半边身子啊 全都疼啊 全都疼 然后呢 现在反正郭文贵 就咬着一条 我就是疼 啊 要求这个保释 据说这次保释呢 又成为一个闹剧 就没有被批准啊 我想说的就是 郭文贵啊 好几次保释了 都没有获得批准啊 这是为什么 这是为什么 我们大家都知道呢 美国抓他呢 是以他诈骗 经济金融诈骗 为这个理由 而抓他的 那么抓完他以后呢 数次的保释要求呢 都被驳回啊 那么我认为 这件事情 它说明什么呢 这就说明 美国呢 要把这个郭文贵啊 放在手里面 然后呢 和中国之间呢 进行这个讨价还价 想在中国那边呢 换得一个 他们所希望的一个条件啊 那么之前的时候啊 郭文贵已经到美国这么多年了 中国呢 一直要求引渡郭文贵 而美国不给 现在呢 美国就求着中国要给啊 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郭文贵对美国来说 没有意义了呀 为什么说郭文贵没有意义 就一天到晚 他的造谣 没有人信了 没有人信 郭文贵身边 没有人信 什么人还是死神塌地的那些蚂蚁呢 就是钱在郭文贵手里被烫牢了 希望郭文贵回来以后呢 还能够还他们钱 就是这些人还在跟着他 其他的人 没有人会跟着他 就算是这些人呢 有多少人是相信他的呢 就没有人会相信这郭文贵啊 如果想把郭文贵作为一个 造谣的工具的话 现在不好使了 所以美国呢 就是认为 这个郭文贵是他们 作为政治领域的 这个攻击中国的工具的不好使 失去了利用价值 所以呢 想利用郭文贵身上 最后的一个价值 就是跟中国换一个什么 但是呢 郭文贵在你美国手里没有价值 在中国手里有价值吗 在中国手里也没有价值啊 也没有价值啊 郭文贵我给你弄回去以后 对不对 成为全世界瞩目的一个呢 我怎么处理你郭文贵啊 我能给你搞死刑吗 不能啊 我只要是他不死 我还得养着他呀 我干嘛养着他呀 你美国去养着他吗 是不是 现在呢 郭文贵就是这么一个状况啊 就是说他再一次的提起了一个保释的申请 保释申请的原因是健康原因啊 说是啊 脸疼头疼啊 拔牙啊 不见好啊 更疼了啊 什么的 以健康的原因为借口 这些呢 全都不行 全都不行 原因呢 就是他在美国呢 失去了利用价值啊 那么对于美国来说 失去了利用价值 就是因为呢 用他对中国没有攻击性 那你对中国没有攻击性 我要你干什么 对吧 已经没有攻击性了嘛 已经成了一个臭豆豉了嘛 一个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 郭文贵基本上就是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呀 我基本上每一次在我视频里面 如果我提郭文贵这三个字的话呢 好多网友说你别污染我们的耳朵 你知道吗 这个视频呢 又是一个新闻粮播 第一条新闻呢 是关于这个被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 他最近呢 发表了一些讲话啊 关于俄乌冲突的 他认为呢 俄乌冲突这一场战争啊 是削弱了俄罗斯的经济 但是呢 俄罗斯把他们国家的未来抵押给了中国啊 他是怎么来说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美国之音的报道啊 我认为他说的是对的 他说呢 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在周三的时候啊 也就是当地时间今天 指书来说呢 俄乌战争在经济上重创了俄罗斯的经济 俄罗斯总统普京 未得到中国的支持 正在将俄罗斯的未来抵押给中国啊 那么他这种说法呢 是听起来 虽然说那么的不好听啊 但是呢 事实上确实是这样的 在他看来呢 美国所带领的欧洲的一些西方啊 对俄罗斯的制裁 对俄罗斯来说呢 确实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啊 但是呢 在我们看来啊 事实上并没有形成打击的效果 因为呢 俄罗斯转向了中国 因为他有中国这一个经济合作伙伴 所以呢 使得他在经济这方面呢 实际上没有受到打击啊 我们来看一下斯图尔滕贝格是怎么认为这件事情的 斯图尔滕贝格呢 是在连续两天的北约外长会议 在布鲁塞尔结束以后 发表这番评论呢 这位秘书长说 自从2022年2月 普京发动寝物战争以后 俄罗斯遭到了西方国家的制裁 俄罗斯经济变得更加的脆弱 导致了俄罗斯对中国的依赖越来越深 俄罗斯在资金 大宗商品和国防工业等许多方面 都严重的依赖中国啊 为了获取中国的支持 斯图尔滕贝格说呢 俄罗斯只有年复一年的将自己的未来抵押给中国啊 美国之音说 俄罗斯和中国自从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不断的强化双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关系 并且把这种关系提升到准同盟的水平啊 中国官方将这种关系罕见的概括为 无禁止无上限无止境 俄罗斯方面呢 为了得到中国的支持 承诺让中国企业全面的参加西伯利亚地区的经济开发 并且允许中国使用俄罗斯在远东地区的一些重要港口 中国方面呢 也通过各种的方式加大了对俄罗斯的支持力度 通过大幅度的增加购买俄罗斯的能源 为俄罗斯提供了数千亿美元的资金用于战争经费 同时还向俄罗斯出口大量的无人机和其他的军民两用的电子产品 以帮助俄罗斯制造可以用于战场的装备 斯托尔滕贝格称 这次的北约乌克兰理事会首次外长级别的会议是富有成果的 会议讨论了支持乌克兰 筹备华盛顿峰会 以及北约面临的其他迫切的挑战 乌克兰的外长库列巴也列席了这个会议 斯托尔滕贝格还宣布了北约通过了明年的一项涉及能源安全创新和互操作性的雄心勃勃的工作计划 他说我们正在将北约全面的援助方案改造成为一个多年期的援助项目 帮助乌克兰从苏联时代的装备标准过渡到北约的装备标准 让乌克兰军队与我们北约的部队实现充分的互操作化 北约国家的外长们还讨论了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路径 并就乌克兰的优先改革提出了建议 其中包括反腐、加强法治以及支持人权和少数民族权利等 斯托尔滕贝格说呢 去年乌克兰赢得了基辅、哈尔科夫和赫尔松的战斗 今年他们继续给俄罗斯造成重大的损失 最重要的是乌克兰依然是一个拥有主权、独立和民主的国家 斯托尔滕贝格称这是一项重大的成就 一个很大的胜利啊 那么这就是美国之音的这个报道啊 很显然呢这个报道呢 就是在北约的外长会议之后 围绕着斯托尔滕贝格的这个讲话啊 斯托尔滕贝格的讲话呢 看起来是非常的空虚的 所说的这个乌克兰的胜利啊 其实是没有任何的实质内容的 他们认为这个胜利呢 就是这个乌克兰还存在啊 这个国家还在 这个国家呢还没有解体啊 这是他们的胜利啊 那么后面呢 他又给这个乌克兰画了一个大饼 然后呢就是只要乌克兰啊 进行改革来创造条件啊 那么加入这个北约是有希望的 就给他画了这么一个大饼 然后呢就说对于俄罗斯来说啊 是完全失败的 因为呢北约对俄罗斯的这个制裁 让俄罗斯的经济呢受到了重挫啊 我刚才已经说了 就是说呢 对于和欧洲的经济联系这块来说呢 确实是受到了重创啊 俄罗斯和欧洲的经济联系呢 几乎是彻底的被这个美国给摧毁了 之前呢可以说 俄罗斯对欧洲的依赖性挺强的 因为呢俄罗斯就是一个能源大国 他输出的呢就是能源啊 那他的购买一方呢 就是欧洲的那些国家啊 那么为了方便呢 他们之间都是铺设有管道的 那通过这个欧冲突 通过美国的这些操作呢 他就让这个欧洲呢 自己为自己就断了他这个能源的来源啊 你说这是俄罗斯的失败呢 还是欧洲的失败呀 对吧 那纯粹是斯图尔滕贝格呢 他就是美国的一条狗 你欧洲已经搞成这样了 这还是人家俄罗斯的失败吗 再说了 俄罗斯呢 他就是输出能源的 他这些能源呢 现在确实是不卖给欧洲了 但是呢 他就不卖了吗 他不还有中国这个大买家吗 对不对 美国和西方呢 就通过这场战争啊 就把俄罗斯从他的怀抱推出去了 彻底推到了中国的一边啊 然后他还说是这个俄罗斯啊 把他们的国家的未来抵押给中国了 那以前的时候呢 不是抵押给欧洲了吗 抵押给欧洲啊 差一点被欧洲给掐死了 对不对 要不是中国的话 俄罗斯就被欧洲给掐死了呀 那么现在呢 俄罗斯和中国的合作呢 就让俄罗斯幡然醒悟啊 觉得说谁才是可靠的朋友 谁才是凶残的敌人啊 是不是 以前的时候呢 一门心思就想往西方的怀抱里面扑啊 对中国人压根看不上啊 牛脸一看 俺有了个去呀 这个可依靠的好朋友就在自己的身边 对不对 冷落很久了 那么中国和俄罗斯现在的这个合作呢 不仅会改变两个国家呀 同时呢 对世界也是一个改变 因为呢 以前的时候是美国主导经济 美国主导金融 对不对 美国就是想呢 我一断你 你就夸插 你就完蛋了 没想到呢 现在我一断你 游戏规则改变了 这个玩法改变了 中国人啊 很期待着这个人民币能够走向世界啊 在世界上 希望能是第一影响力的一个货币啊 但是呢 你可以看出来啊 其实最想推动这个人民币国际化的不是中国 而是俄罗斯啊 那么在世界上最希望能够推动去美元化的呢 就是金砖国家呀 那么现在金砖国家呢 开放吸收新成员以来呢 是备受欢迎的啊 很多发展的国家都希望能够加入这个金砖家 金砖家这个扩源呢 是非常的迅速的啊 很快就会超过20国集团 对吧 那么在这里面呢 有好几个国家呢 是非常积极的推动去美元的 其中呢 就是发展中国家的这个大国巴西 还有南非 然后呢 就是当然是俄罗斯啊 那么今年我们看到呢 南非是这个金砖家的轮值主席国啊 做了好多呢 不听美国的和美国背道而驰的这个事情啊 虽然说艰难 但是呢 这一年还是过来了啊 成绩呢 是主要的 明年啊 金砖家的这个轮值主席国可是俄罗斯了啊 俄罗斯现在是摩拳擦掌啊 我们很期待着明年在俄罗斯的领导下啊 金砖家将会有怎样的一些个亮眼的 成就啊 那美国现在应该说是瑟瑟发抖啊 有金砖家这个平台啊 那美国这死地俄罗斯将会大有作为的 好 这是第一方面的新闻啊 第二方面的新闻啊 就是啊 在全世界特别炸锅的 就是呢 巴以冲突了 巴以冲突呢 现在是处在一个这个停火的状态 昨天的时候呢 巴以停火的这个暂停协议呢 已经是进入了最后一天啊 第四天 但是因为呢 又延长了两天 所以呢 今天明天仍然是停火的啊 现在我又听到哈马斯提出来说呢 希望再次延长 再延长四天啊 那么以色列呢 是很爽快答应的 他为什么很爽快答应 昨天我在我的视频里面已经分析过了啊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是想说一下 在这停火期间呀 又发生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大事呢 就是这个马斯克啊 到现场去访问了 马斯克的访问 那么他去干了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在中东地区最有影响力的这个媒体 就是半岛电视台的这个报道啊 他这个报道呢 是很全面的 首先说呢 马斯克访问以色列的目的是什么 他说 被指控在其社交媒体平台X上 发布反游内容的亿万富翁 埃隆·马斯克呢 本周一在访问以色列期间 会见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这位科技亿万富翁 还在内塔尼亚胡的陪同之下呢 参观了在今年10月7日 遭到哈马斯武装分子袭击的一个基布兹 这场袭击造成了1200人的死亡 并且引发了以色列针对加沙 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 最为致命的军事袭击 已经有将近15000名巴勒斯坦人 因为以色列对该沿海飞地的轰炸而丧生 他这个报道里面呢 我想啊他尽量用一些中性的词汇啊 实际上这里面呢 哈马斯10月7日的这个袭击啊 造成了1200人的死亡 这里面主要都是以色列的军方人员 主要是军方人员 但是呢 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这个轰炸呢 到现在为止已经造成了近15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这里面主要是妇女儿童 而且呢 之前的时候我们只知道这个哈马斯 他绑架了以色列人啊 绑架的人当中呢 不罚妇女儿童 那么通过这次停火交换人制 我们才发现啊 在以色列的控制之下 以色列呢 长期以来啊 就也抓了很多巴勒斯坦人作为人制 那里面呢 也主要都是妇女儿童 其实呢 他们两家是一样的 但是呢 我们就只听到一个声音指责这个哈马斯 抓捕这个妇女儿童作为人制 好 这个半岛电视台说呢 据称在哈马斯与以色列休战期间访问以色列之后 马斯克已经支持了以色列对加沙的战争 就是马斯克呢 到这走了一圈以后态度大变哈 马斯克还同意 在未经以色列批准的情况下 不会通过他的星链卫星公司向加沙地带提供互联网的接入 以下是有关马斯克访问以色列的更多的消息 及其背后的意义啊 第一方面就是马斯克为什么要访问以色列 马斯克对以色列的访问是在哈马斯和以色列停火期间进行的 以前他在X网站上发表的一个帖子呢 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啊 许多人呢还将其标记为反游主义 从而引发了苹果和IBM等巨头 纷纷从该平台撤下了广告的浪潮啊 而这可能会给X网站带来数百万美元的损失 在本月早些时候 马斯克赞同了社交媒体上的一篇帖子啊 指责犹太人对白人推行辩证仇恨 马斯克的言论在美国遭到了白宫的谴责 并称之为令人憎恶 马斯克呢还被指控允许大公司 在新纳粹主义和白人民族主义内容的旁边投放广告 社交网站X还面临着欧盟 针对有关以色列对加沙战争的虚假信息和暴力内容传播的调查 就是呢欧盟认为呢 马斯克的这个X允许了关于加以冲突的这个虚假信息 以及暴力内容的传播啊 要对他进行调查 这也是马斯克所面临的一个压力啊 马斯克就批评或者否认了反诽谤联盟和打击数字仇恨中心等组织的调查结果 即自去年他就任社交网站X的首席执行官以来 该评谈见证了仇恨言论的上升啊 社交网站X在指控媒体监控机构media matters 操控算法以赶走广告商之后 对该机构提供了诉讼 该监管机构称这项诉讼毫无意义 那么第二项内容呢就是马斯克去了哪些地方啊 而他又在死刑当中说了些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啊 在内塔尼亚湖和其他的安全人员的陪同之下 马斯克参观了在10月7日遭到哈马斯武装分子袭击的卡法阿扎基布兹 他还查看了有关哈马斯袭击的录像啊 并且会见了一些从以色列被绑架的人质的家属啊 我看了一下那个照片那里面呢 好像没有那个第一个被放回的老太太 那老太太说呢 哈马斯对他特别好啊 感谢哈马斯的那个老太太 然后呢 这个报道说啊 说看到大屠杀的场景令人震惊啊 说马斯克后来呢 在与内塔尼亚湖的X-Space对话当中这样说道 并且呢 补充说 以色列别无选择 只能消灭哈马斯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其实呢 就是他到这个以色列去参观之后回来啊 和这个内塔尼亚湖进行了一个对话啊 这个对话被直播出来 在这个对话的过程当中啊 是那个内塔尼亚湖说啊 说这个哈马斯呢 对以色列的大屠杀是令人震惊的啊 说这个以色列的反击呢 是别无选择的啊 像哈马斯这样的只能是被消灭啊 说只能消灭哈马斯 这个报道说 在X平台上直播的简短对话当中 马斯克和内塔尼亚湖一致认为 哈马斯必须被消灭 你可能会看到很多的报道内容啊 说是呢 马斯克到这个以色列 撞了一圈回来以后呢 就表了几个太阳 其中的一个表态呢 就是哈马斯啊 必须被消灭 其实这主要就是以色列方面的 内塔尼亚湖的一个表态 然后呢 马斯克就跟着复刻了 然后呢 这个报道说啊 以色列也将这项任务啊 作回企业 发动军事攻势的理由 而在这场攻势当中 被夺去生命的绝大多数都是平民啊 内塔尼亚湖表示说 你们首先必须摆脱有毒的政权 就像在德国和日本所做的那样 是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那样 马斯克就回应说呢 除此之外 别无选择 别无选择 你可以看出来呢 你就是 你看到了 报道说呢 马斯克和他这个内塔尼亚湖进行这个对话啊 有这么几层意思啊 第一层意思呢 就是哈马斯啊 必须被消灭啊 第二层意思呢 就是被消灭以后呢 不能有他们掌权啊 就是呢 巴勒斯坦的这样的政权呢 就是有毒政权啊 就必须被剥夺啊 把他们呢 就和德国和日本 二战时候的德国和日本呢 相比并论啊 就是说呢 这场战争完了以后呢 要采用二战之后的那种模式啊 不允许像德国日本这样的有毒政权存在啊 这个马斯克就说呢 别无选择 别无选择啊 然后这报道说呢 以色列的总统啊 赫尔佐格在一次的会议上告诉马斯克 他可以在全球打击反有主义的斗争中 发挥巨大的作用 根据赫尔佐格办公室发布的一份心灵啊 马斯克回应说 我们必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制止仇恨啊 这是什么呀 我认为呢 这就是马斯克啊 为了他这个利益 或者说呢 在他受到压力的时候呢 他屈服了 他向这个犹太人屈服了 我看到马斯克呢 还写了一个推文啊 他说啊 你不能光看言论 你还要看行动啊 我不知道他什么意思啊 这意思就是说呢 他之前的言论就不算数了吗 他到以色列去转了一圈就表明说 他是支持以色列的吗 他并不是这个反犹太人的吗 他对犹太人没有任何的这个看法吗 所有的反犹太的都是仇恨言论吗 嗯 是这个意思吗 真的不知道他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但是呢 有一种看法呢 就认为马斯克去走了一圈呢 这就是一个低头的表现啊 但是呢 犹太人是怎么认为的 以色列人会领情吗 会认为马斯克到以色列走了一圈 是对他们的一个支持吗 是180度的转弯吗 我看到这报道 说好像还并不是哎 那么我们再来看啊 有媒体报道说啊 以色列的媒体啊 认为 说X平台所有者 美国亿万富豪 马斯克在加沙地带战争期间 访问以色列啊 是在与以色列总理 内塔尼亚胡和解 及利益重合的背景下进行的 就是说呢 是内塔尼亚胡 向这个 马斯克低头了 以色列的媒体呢 强烈的批评 马斯克及其 与内塔尼亚胡周一 在加沙地带定居点的热情接大啊 此前呢 他被指责反 有主意并在X平台上大放厥词啊 大放反犹太仇恨 以换取允许在战争期间发布声援加沙 并站在巴勒斯坦人一边的推文啊 说这以色列分析人士呢 就说啊 说通过与内塔尼亚胡一起参观一些 加沙地带的定居点啊 马斯克旨在与以色列和犹太社区 翻开新的一页 并且愿意在加沙战争中 向以色列提供支持和投资 也就是说呢 以色列有些人呢 还不买账呢 就这个马斯克的这个行为 还认为说呢 是内塔尼亚胡的软弱啊 那么同时呢 我们还看到马斯克到那去走了一圈啊 哈马斯的高官呢 隔空喊话了 哈马斯的高官呢 喊话说啊 说马斯克呢 你到那边去走了一圈啊 你什么时候呢 到加沙这边也来走一圈啊 你才能够得到一个客观的 公正的一个看法 马斯克呢 在昨天晚上呢 也回应了 他说加上那边我就不去了吧 那边太危险了 有很多人啊 就是说马斯克呢 出现在这个以色列啊 能到以色列那边去走一圈啊 这就表示什么呢 这就标志着美国所推崇的这个言论自由啊 彻底的死亡了 像马斯克这样的人啊 都不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 这个世界上还有谁敢发表自己的看法呢 还有下一条新闻呢 就特别有意思啊 这些寝贼者们啊 他们是怎样的一个嘴脸啊 我们就知道呢 英国曾经呢 叫做这个日不落帝国啊 那么全世界都是他的啊 走到哪儿都是他的啊 跟着太阳走呢 所到之处啊 都是他们的啊 那么大家就知道啊 就是那个大英魔物馆里面所展出的那些东西啊 都是全球掠夺和偷盗来的赃物啊 那么全世界呢 都要求这个英国归还啊 其实呢 也包括他自己欧洲自己的国家啊 那么在大英博物馆里面展出的呢 里面也有不少的这个古希腊的一些文物 那么最近这两天呢 希腊的总理啊 到英国去访问的时候呢 就提出来说 希望和这个苏纳克见面的时候 要讨论返还希腊的古文物的这件事情啊 结果呢 这个苏纳克啊 就宣布说 因为某种原因啊 取消了和希腊总理的这个高层会晤啊 这个希腊总理还在 他们英国已经去了 他就宣布取消啊 很显然这就是躲避和这个希腊的总理啊 来进行讨讨论返还文物的这件事啊 因为他刚说完这事他就取消啊 他没说的时候也没说取消对不对啊 邀请人家来了 人家来了以后说取消啊 然后提出来说呢 由副首相和希腊的这个总理啊 会面 人希腊总理是说呢 我不和副首相会面 我就要和首相进行会面 然后呢 苏纳克啊 在被记者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说这个英国啊 打算怎么处理啊 人家希腊要求归还文物的这件事情 苏纳克就说 我没有归还文物的这种打算啊 这种强盗 你真是你抢了别人的东西啊 你打算啥时候还啊 天天被全世界追着要求返还 好 下一个新闻呢 挺有意思的啊 就是呢 就在刚刚啊 美国宣布说 对一名印度公民提出指控啊 这位印度公民是怎么回事呢 要指控他 说在美国的境内啊 故凶杀人啊 我们大家都知道呢 之前的时候啊 在今年的六月份的时候 有一位印度的西哥教分离运动领袖呢 在加拿大的温哥华被杀了 完了以后呢 加拿大政府啊 就指控说这件事情 是和印度政府有关的 是印度政府的人员呢 到加拿大啊 故凶杀人的 那么因此呢 印度和加拿大的关系呢 还走向了破裂啊 那么当时加拿大就是说呢 加拿大能够对这个印度提出这样的指控啊 是得到了美国的情报支持的 美国给加拿大提供的情报说呢 印度啊 参与了这样的事件 那么今天我们就看到啊 美国的司法部正式就宣布啊 对一位印度人啊 是一位印度籍的人啊 也就是印度公民啊 他的名字呢 他的名字呢 叫胡普塔 今年是52岁 说他是故凶杀人 是受了印度政府的这个委托啊 那么这个起诉书里面就说啊 说有一名印度政府的故员 话名叫CC-1 说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呢 就来到了美国啊 到美国以后呢 就找到了这位印度人 胡普塔 就委托他来筹划一个暗杀 这个暗杀是要暗杀谁呢 是要暗杀一个西克族的分离运动领袖 这位分离运动领袖呢 他是呢 同时拥有加拿大的国籍和美国国籍的 他应该是不拥有印度国籍了 这个报道并没有说啊 他呢 就是西克教分离运动的这个最大的领袖 那么5月份的时候呢 化名CC-1的这个印度政府官员啊 就到美国 就招募了这个胡普塔 由他来策划 那么这个胡普塔呢 他又找了一名美国人来帮他 那这个美国人是谁呢 他是一名美国缉毒局的一个县人啊 在起诉书里面呢 管他叫CIS 那么这个CIS呢 他也不是一个杀手 他呢 就帮助这个胡普塔来找一个杀手 那么根据美国司法部的这个起诉书啊 他实际上呢 他也是美国缉毒局的一个卧底啊 叫US啊 然后这个CC-1 也就是那个印度政府雇员啊 就给了US这个杀手10万美元 也就是说呢 美国司法部的这个起诉书里面 就认为呢 他们是坐实了 印度政府干了这件事了 那么之前的时候呢 加拿大的政府啊 指认说是这个印度政府参与了 但是呢 加拿大政府并没有拿出实证来啊 也没有说有名有信的来指责说 谁谁谁干了什么 对吧 现在美国呢 直接啊 指名到信的 就是呢 印度政府雇员 就指 这就是印度政府雇员 你还给了那个杀手10万美元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啊 印度如何来进行反击了 接下来真的是有好戏看了 好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